上一世,我把妹妹捧成了网红 她在镜头前做菜吃饭,分享生活,一炮而红 账号收益可观,而她却为了独吞成果,害死了我 这一世,我重生在妹妹邀请我帮她做新媒体账号的这天 我看着她笑了笑,找我写文案,价钱可不低 她不屑,不就是拍拍视频,有什么难度,我自己也行 当初实务是我做的,文案是我写的,商家是我接洽的 就连视频也是我剪辑的 出个镜而已,我长得本就比妹妹更美 证文开始,我还记得猴头水肿,堵得我喘不过来气 可在这之前,我只喝了妹妹季婷递过来的纯手工鲜榨果汁 看着我喘不过气的样子,她嘴上还焦急地说着 姐姐,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 可人却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欣赏她新作的美甲 就我,我心里知道,只怕这果汁里加了我严重过敏的芒果汁 而她为了掩盖味道,用了好多种水果混合 姐姐,你等我,我打给120,你的过敏药呢 我的过敏药,本来在我家随处可见,并且时常放在我的外衣口袋里 可我到处摸索,一瓶都没找到 她已经带了哭腔,对着手机那边表演 快救救我姐姐,她好像呼吸不过来了 我在过敏休克导致死亡的那瞬间 看见季婷拿起了放在旁边用来直播的手机 那里是她录的有声无图证据 真可笑,在这天之前 我都以为她真的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感激我爱戴我这个亲姐姐 账号火了之后,她不止一次抱怨过我都没有出过境 她更辛苦这类的话,我以为她只是怕累简单地抱怨辛苦 原来她一直对我怀恨在心,觉得我抢了属于她的钱 再次醒来,我重生了 看着眼前她的装扮和造型,明显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模样 她一脸认真的问我 姐,我想弄个新媒体账号,你不是擅长写文案吗 你帮帮我 我不动声色,正开她的挽着我胳膊的手,冷笑道 亲姐妹明算账,找我写文案,价格可不低 她在请我帮忙,而不是邀请我和她一起做账号 听到这里,我就知道她也重生了 这辈子,她想从一开始就利用我 并且把我和她的账号彻底分割开来 而上辈子,明明是我自己做账号的时候 想到她说的姐妹合作,就干脆找她拍了几期视频 结果没想到,因为她出色的颜值 还有我那期设定的视频风格让她一炮而红 从那以后,我想着本来就是亲姐妹 干脆直接一直专心以她为主角,做下去这个账号 都是亲姐妹了,我和姐姐哪里分什么你我 她面上犹豫了一下,有了一丝尴尬 却突然又想到了什么,对我试探了一番 姐,你今天怎么了,和我这么身份 你也知道,我现在全职写作压力很大 想要弄个账号,就是毫无门路 我说的倒是坦诚,我自己都想不到弄什么 你还让我帮你写什么文案 我写小说,好歹还有稿费呢 她似乎相信了我的说辞,我也就是说说 现在都说自媒体赚钱,大家都一股脑扎进来 但是,这也是要有真本事的 对了,你想做什么类型的视频 她能说这番话,也是因为我当初做视频 也是好几个月的沉淀之后,才有了红的机会 你也想做,我好奇地打听 我能做什么,不就是生活类的视频 当然了,我觉得我有红的命 她这会儿很是自信 毕竟她走红了之后,我们做视频也做了一年多 说她熟悉相关流程也不为过 那个做个的吧 她想了想也跟着点了头 她的自信让她毫不客气 那姐姐,祝你发财 我们各凭本事 我知她说这话并非真心 只跟着应付送她出门 好容易送走这个温神 房门刚关上,我就听她说了一句 不就是拍视频,有什么难度 我自己也行 她可能忘了我家这小区隔音不怎么样 当然,她更可能是毫不在乎 我走回了房间 看着衣橱里那些适合拍摄的休闲衣服 摇了摇头 我直接掏出了电话 喂,文文,给我准备些衣服 我想要大干一场 对面的好闺蜜却纳了闷 季青,你脑袋被驴踢了,还是转性了 文文是我的好闺蜜 还是个独立的服装设计师 做了自己的小众品牌 上一辈子 我给季婷准备的服装都是出自她手 我想做个人的自媒体账号 能不能红,我就靠你了 这辈子,走红这件事应该物归原主了 季婷上一是红了 但是她生性比较懒 又觉得自己是个大红人 事事依赖我甚至只派我 就连做菜,也是由我做好 视频剪辑到她身上 我曾经劝过她 我可以教她整个做菜过程 但是她却总是丢给我一句 哎呀,有姐姐你 我干什么要浪费那个时间去学 有这个功夫 我们还不如多做两期视频呢 服装也是我搭配好的 文案也是我熬夜写好的 就连剪辑 她都没有动手操作过一次 我现在反而庆幸她这种懒惰的精神了 至少在这方面 她缺乏的能力会给她带来很大的阻碍 我没有很快就投入账号的拍摄 而是沉淀了自我 好好护肤 好好学习做菜 好好学习服装搭配 和提升各种镜头前的台词能力 而季婷第一个视频很快就诞生了 和上一世一样 她拍摄了如出一辙 让她爆红的那个视频 也是清纯女大学生 在家做饭的精致生活 就连当初做的两道菜 说的台词都是一模一样 可想象中的爆红 并没有如期而至 视频只有零星的十几个点赞 很快 她又高产到 几乎隔一天就一个视频 这下更惨 就连粉丝数都没怎么增加 她难得又是若斑出现在我面前 姐姐 你说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视频 一点粉丝都没增加 她的确不解 因为她高超的化妆技术 精致的服装搭配 甚至找了枪手的做菜水准 都让她的视频和上辈子越发接近 做视频哪有一两天能成的 我也是不解的看她 我看别人说做好几个月 才能有点动静的 一夜爆红那真是少数 谁能等那么久啊 她不免有些抱怨 你看我最近 学弄什么剪辑视频 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你可别在镜头前成大熊猫了 我假装逗笑她 事实提醒 而且总要慢慢来 才能越来越专业的 这种事情急不得 要慢慢摸索 她却恍然大悟 是不是我看起来不够美 你这么说也对 我的视频的确不够专业 上辈子 她只要每天睡觉 吃吃喝喝 到点拍个视频 就连点个发送这种事 都是我代劳的 现在虽然也不是事事轻微 但是已经需要她参与很多了 她明显感觉到了吃力 我甚至觉得 这些天高强度的工作 让她看起来疲惫不堪 不行 我要去找个运营团队 她匆匆忙忙地走了 丢下了一脸期待的我 她的自信 让她觉得她 只是缺了专业的运营团队 而她不知道 她恰恰输在了泰国专业上 在她忙着借钱找团队的时候 我已经素颜 开始了我的拍摄 继凭第一个视频 她记住了所有的内容 却忘记了精髓 一个清纯的女大学生 哪里会化这种精致到 可以上镜拍戏的妆容 甚至连服装 都是一般大学生 负担不起的昂贵衣服 她的急于求成 让整个视频透露着假字 然而她并不自知 她可能已经忘了 最早的时候 我就是让她素颜出镜的 但是她走红的那个视频 她当时化妆水平 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她认定走红是因为她的颜值 而忽略了真正的内容 说实话 我和季婷是亲姐妹 相同的基因 让我们都收获了交好的面容 甚至从小到大 都有人说我这个姐姐 比妹妹长得还好看 她是懂得如何 利用自己的容貌的 可是放眼整个网络 美女又是何其多 我的视频 也延续了自己的当初的风格 素颜出镜 衣服看似简单 却也是文文 为了我量身定做的 就连我的文案 却是经过了千锤百炼的提升过的 而且这是季婷不曾拥有过的 死过一次我才想明白 她总觉得 我分走账号一半的钱 对她不公平 可是当她潇洒吃喝 或者呼呼大睡的时候 是我一个人熬夜 埋头写文案 设计各种场景 因为没钱 很多衣服 都是文文有情赞助的 可是季婷在成名之后 居然嫌弃文文自创的品牌 没有名气 转头就找了 大的服装品牌合作 就是这件事 还闹得我和文文的关系 一落千丈 这是我的脑子 就是我赢她的关键 和我的设想一样 我的视频一开始发出去 也没有太大的水花 而仲金找了团队的寄庭的视频 却果真起了效果 视频的文案开始变得专业 拍摄手法运镜也更合理 就连剪辑都跋升了水平 视频的点赞 一下子就有几十赞百赞 变成了千赞 蜂拥而至 对她美貌赞扬的评论 一下子让她飘飘然 她忘记了谦逊 更忘记 她现在做视频的手法 本质上还是剽窃我的成果 她带着她的成绩来阴阳我 姐 你这个视频也太素了 你也不化个妆 哪里对不起观众 要我说 你还是回去写你的小说吧 这视频博主的职业 就不适合你 还白白浪费时间 或者 我雇佣你来给我做做文案 我有钱赚 也能带你分一点 我们都是亲姐妹 我肯定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压根没理她的自傲 只是时机并未成熟而已 且容你得意几天吧 之后 所有的一切都得还给我 季庭的视频一如既往的高水平 她的粉丝数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相比之下 我现在又要出镜 又要一个人拍摄剪辑 工作量巨大 然而视频的点赞量 也就季庭的十分之一的效果 而她也因为有了团队 自己又过上了上辈子那样的生活 坐享其成 她大概真的放心了 之前还会想方设法 打听我想拍摄的内容 现在看我流量一般 甚至压根连问都不问了 恰逢过年回家 我们都是大学毕业 也都是做自媒体工作 这种工作对亲戚来说都很新奇 谈论起来 难免被亲戚们放在一起比较 我和她父母早亡 穷的时候还要靠亲戚救助 自然得到了更大的关注 我看着她把家庭聚会 当做一个表演场 她一边忍着嫌弃的心应付亲戚 一边还要想方设法拉裁我 我知她性格 自媒体红了之后 一切待遇从幽 已经看不起身边这些穷亲戚 更别提忍受老家这种乡下环境了 可她现在的事业 只是刚刚有点起色而已 根本到不了名牌加深 气场强大的阶段 以她的年龄 亲戚们哪能接受她如此嚣张 眼红的人自然就下了手 这就给她的自媒体生涯 带来了第一次小危机 因为她说话毫不客气 对着亲戚遗旨气使 和网络上呈现的形象大相径庭 直接被在场的某位拍了下来 放在了网上 她嫌弃椅子不干净 弄脏了她的新衣服 又嫌弃吃得不干净 会让她的肠胃不舒服 说话更是不客气 直指点点尖 倒像是个土皇帝 一部分网友叫着封杀她 另一部分网友骂她装 她哭哭啼啼地道歉 看起来诚恳又真切 借机设立了一个艰苦人设 从小父母双亡 家里条件不好 别人总有点看不上她的意思 而大家明知道 她过敏体质还一点不顾及她 她一过敏就全身起疹子 过年回家 见别人父母健在其乐融融 因为太难受 这才发点脾气 顺便放了一张 手臂严重过敏的图 手臂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疹 这图我也眼熟 毕竟这图上的人是我 随后就是为了佐证这照片 晒了医院的诊断书 上面个人信息都被马赛克了 唯独留了个记这个姓氏 这诊断书我也眼熟 毕竟这玩意也是我的 因为态度诚恳 情有可原 她别说被封杀了 就连人气都上升了一个档次 而她想的也算是周全 借着姐妹的情谊找到我 各种撒娇 求我别介意 要是我不帮她 就是毁了她一辈子 姐姐 以后我红了 也就是你红了 你想要什么还能没有 都是姐妹 不能够挡她财路 我能怎么办呢 当然是接受她的建议呀 谁让她是我的好妹妹呢 而她 也因为这个找到了心灵感 直接用这个人设 走上了新赛道 生病的人让人同情 更何况 生病的还是个美人 她似乎比上辈子过得更好 走红带来的笑意 就是她一下子成了人上人 一开始 亲戚里还有抱怨 她根本不是过敏人士冒充过敏 可她经过两世的社会阅历 她早就学会了 用钱来摆平一切 她用买贵的礼物和转账的方式 直接把知道事情的亲戚朋友 收买得服服帖帖 再也没有人说她一句不是 她放心大胆地借用人设 在发财的道路上畅想了更多 但是很快 她发现预想中像上辈子一样 收获千万粉丝的结局并没有到来 甚至她的人气开始了下滑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她的视频文案和别人的如出一辙 不仅仅是文案的重复 当天就连做的菜品都是重复的 甚至连做菜的步骤也是一模一样 千篇一律 对于号称自创的主播来说是一种罪 这是团队化给她带来的最大的一次打击 一开始 她的粉丝还在叫嚣着维护她 毕竟她名气更大 甚至去别的小博主那里大骂别人抄袭 可是渐渐 细心的人就发现 这件事就有不对劲的地方了 团队制作的文案不止一个主播用 为了避免重复率 会在不同时间分给各个主播创作拍摄 换句话说 季庭有的创作是首发 还有很多并不是 一下子 喊着别人抄袭的粉丝被打了脸 纷纷反过来指责季庭 季庭立马宣布 因为自己一个人策划 忙不过来找了团队 但是整个拍摄过程都是自己掌控的 虽然这个小风波也算是过去了 到底还是影响到了她的粉丝量 粉丝数不增反减 同时 我的粉丝数开始稳定上升 甚至开始有一两个视频出现了小报的趋势 我知道 她不会这么轻易让我走红 于是在一个邀请当红网络主播的晚会上 她笑着对镜头说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亲姐姐的账号 她看着我做自媒体也很感兴趣 希望大家能多关注关注 她这一招捧杀用得很好 特别是她的粉丝一看 我的账号比她做得晚 但是大体方向内容一致 关键比起她的粉丝量 我差距甚远 我成了嫉妒妹妹 成名盗用妹妹方案 又不成功的代名词 东施笑评的典范 我跟着黑红了 她借着这一风波 给自己营造了一种大方的人设 实话说 毕竟上一辈子她也是在我的文案下拍摄的 她整个人的拍摄手法的确和我相近 这就更成了她粉丝讨伐我的切入点 有人采访她 你姐姐整个视频风格和你相似 是你教过她吗 她对着镜头闪烁其词 用模糊不清地说了一句 都是亲姐妹嘛 我自然希望我姐姐能发展好啊 她这一句含糊的话 抄袭狗这三个字 直接被轻松钉在了我头上 但是也有看得清楚的 立刻发出了质疑 说我整个文案水平在家拍摄风格 其实和妹妹完全不同 甚至质量更高 可我粉丝数量少 自然就没什么说话的机会 甚至有人借此来采访我 请问你觉得你和你妹妹 到底谁做菜更好 我很自然地说了实话 我觉得是我 这句话一出 又是骂声一片 说我不自量力的有 更多的是骂我不要脸 更有甚至说我是喝妹妹的血的吸血鬼 我压根没理睬网络上的骂声 淡定得很 说真的 比起死亡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呢 终于又过了两天 我终于等到了那个机会 某网络厨一大赛比拼如约开启 我替我和季婷都报上了名 一直拖到比赛开始前一天晚上 直接在网络上公布这个讯息 甚至放言 我和妹妹做菜 大家都喜欢 你们总是问我和她的厨艺 熟高熟低 我说了不算 干脆交给专业人士 我们要一起参加厨艺大赛了 明天中午12点 欢迎大家来看直播 第一时间 季婷就打了电话来骂我 指责我不安好心 我笑着反问她 可是你现在不是会做这么多菜 做得都很好啊 你为什么不敢去 要不然你自己找个理由不去好了 她这辈子一直号称菜 都是她亲手做的 到底不敢在我面前承认自己做了假 但是她被我嫁到了这个份上 真的是硬着头皮也得上 毕竟拍了两室的做菜 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了 想来她对做菜也能说入了门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一定连夜去找帮手了 第二天在比赛现场见到她 看到她发黑的眼底 我就印证了我这个猜测 初选是自选菜色 她很容易过了关 第二轮就变成了双人组队 PK并且是抽取菜式方式 让我惊讶的是 季婷大胆地选择了我 甚至当众放话 我也很想知道 我和姐姐到底谁做菜更厉害 那就满足一下 大家的好奇心好了 她那得意的眼神 我就知道她有了后手 可我没想到 这个后手是我的前男友萧成 姐姐 你都和萧成分手了 你不介意我和她在一起吧 季婷牵着萧成的胳膊 出现在我眼前 洋洋得意 对了姐姐 你是不是失望了 你这么费尽心思 不就是想让我在公众前出丑吗 萧成有钱 但是是个花花肠子 我发现她这一点的时候 就立刻分了手 那会季婷还安慰我 救得不去心的不来 我冷笑了一下 我们分手前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季婷气急 季轻 你别血口喷人 可季婷显然不了解萧成 她这个人有钱随性 但是有一点好处 就是诚实 换句话说 以她的条件 她根本就不屑撒谎 你们姐妹俩都漂亮 我舍不得你们哪个伤心 她老是承认 再说了那会儿 我也没和她认真 你却闹着非要分手 你这是贱 我笑了笑反驳她 这样看来 你们也挺配 麻烦所死 我还怕她流落市场 残害别的女同胞 以萧成的财力 让季婷在一个 小小的厨艺比赛上获胜 不是什么难事 难怪季婷在镜头前 这么有恃无恐 比赛就在三天后 我依然认真 做了各种准备 比赛当天 每组要做的菜 都是评委现场抽取的 我笑着 看她淡定自若 心下了然 估计怎么抽 都会是季婷的拿手菜 菜不难 是个剁椒鱼头 这种鱼 也不要怎么操作 配好料上锅蒸蒸就行 火候和调味的问题 这都看评委说了算 只要现场不把盘子砸了 这获胜都可以轻松内定 于是乎 评委一个尽称赞 季婷做的菜好吃 相比较 我做的也不错 但是在评委口中 相比季婷 还是略微逊色一些 镜头前季婷笑得格外开心 屏幕前的弹幕 各种骂我不自量力 但是因为我的评分依然很高 我还是进入了决赛 赛后采访 季婷笑着对镜头感激 谢谢大家的喜爱 我和姐姐都能过关 我很开心 轮到我的时候 我对着镜头说 大家有兴趣的 再去看看回放 一定很有意思 越是魔棱两可 越吸引人 因为这句话 季婷在我身后没忍住 直接变了脸 这一幕 我也不知道多少人拍下来了 于是 比比赛更为吸引人的 就是这个直播回放 各路英豪纷纷涌入 节目的播放量都大大提高 他在影射季婷的美甲 做不好美食吧 我可从头看到伪了 连鬼都没有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我好像真的看到 一个角落有鬼 甚至还神神叨叨 配上一张 圈出了某个角落 模糊黑影的图 终于有人看到了重点 最后圈出了 一闪而过的镜头 不是 他是不是把洗洁精 倒到盘子里 结果忘了洗了 别问我怎么发现的 拍摄结束后 他那个菜端回来的时候 在冒泡泡 我趁着结束的时候 尝了一口 整个语苦的 难以进口 但是还带着一股柠檬香味 嗯 我尝出来了 柠檬味的洗洁精 季婷看到了我的动作 也丝毫不在意 以为自己的菜 只是口味上不达标 很难吃是吧 我猜也是 你学了两天 就学成这样 他看着自己的美甲晃悠 那怎么办呢 我天生富贵命 哪里是做菜的料 是吧 姐姐你这种劳碌命 是不能理解的 一瞬间 黑幕这个词 充斥了整个节目组 季婷发现 他再也不能黑箱操作了 节目组为了自己 自证清白 决定总决赛 让现场观众抽签 评委也交给现场观众 甚至开启观众报名 一下子网络上热闹非凡 谁都想来现场参会一下 于是 在这场闹剧中 既停退赛了 退赛的理由是 自己处理鱼的时候 过敏严重 需要住院治疗 甚至放了他在医院 住院挂水的照片 这是一下子变得不了了之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他的厨艺是不是真的差 倒是我获得了一个 厨艺比赛的冠军 让我的账号跟着火了一把 比赛退赛没关系 现在他有后台 他的视频 在萧成的不差钱的支持下 整个粉丝量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视频好看养眼就行了 观众都是 希望看到自己喜欢看的 短视频时代 碰到不喜欢的 也不过是手指一滑的事 那点子真真假假 又有什么呢 这时候 我和季婷之间的关系 挑明了恶化 我依然坚持做我的视频 也不遗余力 展示文文亲手做的衣服 很快 我的视频带动了 文文自创的品牌 文末的畅销 我看着文文激动地 忙着找新工厂 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我的内心终于得到了 很大的安慰 这辈子 有很多事 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至于季婷 我当然 没那么容易放过他 我找到了季婷 上辈子的榜一 那个顶着网名叫 沈哥的男人 一直是季婷 当之无愧的追捧者 自从发现 季婷的视频之后 他没有错过 他的每一场直播 而且只要他来 就是当之无愧的榜一大哥 各种高端礼物 不差钱的不停刷 上辈子 账号是我在管理 所以我接触过这个沈哥 他是真的对季婷 很感兴趣 也曾经提出过 想要线下见面的诉求 可我为了季婷的安全 从来都是直接拒绝了 直到有一次说漏了嘴 季婷还埋怨 我阻挡了他的财运 可是有钱的男人很多 我劝他 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 肯定是有所求的 他却直接反驳 我这么多钱都愿意花 就是和他谈恋爱 也是值得的 现在 我更感兴趣的是 两个有钱的男人 放在他面前 他到底会怎么选 我以季婷助理的名义 给沈哥推送了季婷 和上辈子一样 他很快就陷入了 季婷的美貌中 狠狠砸钱 成了他的日常操作 萧承帅气有钱 但是他足够花心 他不喜欢把钱 只给一个女人用 显然这个沈哥更有钱 而且还比较专一 季婷会怎么选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应该一个都不想放手 于是 他自然选择了两手抓 这个导致的后果就是 他在视频拍摄上 越来越糊弄 有时候拦起来 就连亲自上场都省了 直接让替身上场 可是轻松多了 甚至有更多的时间 用来约会 我第一眼看他 就能知道他用了替身 姐妹这么多年 我对他的手 实在是太熟悉了 上辈子 做菜都是我 他只要负责摆拍就算了 这辈子他用了团队 但是出镜都是他自己 做菜的过程都拍得清楚 想必做的好坏 都有人斗地解决 对他来说 不过是浪费点食材的事 他只要打扮得美美的 说好台词 最后出国呈现的菜品 完美就行 一开始 他这种只在开场露脸 后面全是配音 加不露脸的操作 让粉丝闹了好久 可他现在有钱 根本不在乎这点呼声 我也是趁着他这段时间 更加认真做视频 粉丝数大大提升 俨然有赶超他的趋势 这回他已经没空盯着 我会不会走红了 毕竟做时间管理大师 已经是一件很累的事了 很快 他就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因为明显的敷衍 粉丝纷纷退粉 第一个爆发的是萧成 萧成这个人花心 可不代表他能接受 自己的女人花心 他打了电话 来质问我季婷 是不是有别的男人 被我直接挂了电话 从我这里得不到消息 但是我很快却看见 季婷的账号 停止更新了几天 等他最新的直播开启 我就明白 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 胜利的是沈哥 沈哥依然是他最活跃的榜仪 但凡他开播 就会不停给他刷钱 显然萧成不是个 能轻松放过季婷的主 他直接在社交媒体 公开了自己和季婷的亲密合照 听说你妹妹谈恋爱了 我新收了个助理玲玲 她喜滋滋的和我说这些乐事 也不知道那个榜仪 大哥得多伤心 听说只要他开播 他就一定在 他和萧成分手了 我化着妆 帮我确认一下食材 我等会还要拍摄呢 这件事没闹腾两天 季婷就给我打来了求救电话 姐 你能不能帮帮我 怎么了 沈哥要和我分手 所以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反问 他要分手 你不想分手就努力挽回 你找我有什么用 你帮我想想办法 他误会我了 你帮我和他做个证 说我和萧成早就分手了行不行 季婷敢做不敢当你 倒是个好手 我冷笑 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是有多蠢会来帮你 我以为我们一直是好姐妹 她不满地直接挂了电话 没多久 我却听见林玲联系我 你妹妹季婷她整容了 用整容这种方法 去挽留一个男人 还真是她的脑回路 能想得出来的 但是这家整容机构不太正规 林玲冲了我摇摇头 我原来就在里面上班 我觉得里面做手术的人 资质都不够 后来我看不下去了 很怕出事才辞职的 那她成功了吗 听说还挺成功 林玲凑过来说 姐你要知道 整容这东西 很容易有后遗症 特别是如果用的材料不正规 后期出现问题的概率很大 而且这家机构里面的同事 就说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事故了 而且整容这种事容易上瘾 随她吧 我倒是人格永命 失败的例子到底是少数 当初我们父母双亡 我们两姐妹毕业了 就出来自己闯荡 那会儿想的是要解决吃饭困难的问题 哪里想得到会发生后来这些事呢 重新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季婷 说不出来哪里变了 但是一眼就能觉得 整个人的气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虽然有很多人质疑消失的这段时间 季婷一定是去整容了 季婷却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视频 说自己早就分手 却被这样污蔑 自己经历了感情的伤痛 去度假疗伤了 一堆度假的视频 她一点点放出来 其实都是她之前吃喝玩乐时候的 就是贫拿出来就场 好在 她成功挽回了沈哥的心 换句话说 沈哥成功摆平了萧城 沈哥依旧作为她的榜一活跃 在她的直播间 季婷容貌上得到了飞跃 事业爱情双丰收 又想到来我这里炫耀 甚至直接打电话为问我 姐姐 你这么辛苦 赚的钱还没有我十分之一多 你看 要不要我也给你介绍人算啊 我男朋友沈哥知道吧 他身边有不少有钱人 听说最近有个大老板正缺个女人 你看 要不要我给你签了先 啊 什么样的大老板 我看着她坐在咖啡厅给我打电话 慢慢靠近 什么条件 钱肯定是有的 年龄上也就比我们大发二十岁 她笑得极为得意 就是她家里有个母老虎 凶得很 她就缺个年轻女人的关心 你正好可以承续而入 我直接反问她 这样的人给你自己不好吗 她变了脸 都是姐妹 我才这么介绍给你 还真是给脸不要脸 说着她就挂了电话 因为她对面来了个男人 我淡定地走过去 婷婷 你在这里呢 刚刚挂了电话 没想到就遇到你了 我看得出来沈哥眼里的经验 本来我和季婷就有几分相似 精心打扮下 我看着更为突出 我压根没有勾引沈哥的意思 我纯粹是想让季婷自己紧张紧张 果不其然 没多久 她就发信息警告我 我们以后少联系 我也希望你离我男朋友远一点 其实她不知道 在那次相遇之后 我的账号就收到了沈哥的私信 甚至她还在我直播的时候 给我打赏 我直接回复 麻烦管好你的男朋友 因为恐慌会失去这个男朋友 季婷开始陷入了一种病态的心理 明明整容的恰到好处 结果她不停地去做微调 就连账号都没心思管理 说真的做账号费事费力 自然比不上直接棒一个大款来的方便 虽然我并没有搭理这个沈哥 但是也不妨碍季婷拿我当假想敌 她的视频频率 从一天一更变成了四五天一更不说 整个人的变化也越来越大 这下子 可不是什么化妆就能说清楚的了 毕竟那透光的鼻梁 越发清晰的下额线都出卖了她 可是她乐此不疲 甚至还不停敲打我自己比我美貌 每次我的回应来回就那一句话 我还是觉得我比你好看 比你精致 又过去几个月的时间 她的脸开始出现更大的事故 手术动得太多 失手了 她的脸也渐渐开始出现了后遗症 面部开始出现坑洼 眼睛皮肤出现阶梯感 最严重的当属颧骨 因为面部又太填充 现在变得蛮化 即便开了最大的美颜 还是被观众看出了异样 她变得越来越疯狂 认为事业不顺和恋爱危机 都是因为自己不够美 于是走上了不停修复的路程 而沈哥 从她的榜衣直接变成了我的榜衣 也是因为这个 她管理账号时更加力不从心 明明做菜的时候没有美甲 结果端盘子上桌的时候 就变成了超闪亮的美甲 越来越多粉丝扒皮 做菜和她本人的手根本不是一个 她一下子彻底她的房 我又一次见到季婷时 我正准备参加年底的网络主播大会 这一次受邀的名单上有我 季婷还是用可怜兮兮的声音 求我开了门 姐姐 你能不能帮帮我 虽然是大冬天 但是她用围巾 把整个头部裹得严严实实 我可以帮你出钱联系好的医生 我不需要钱 她的账号已经停更很久了 就她现在的样子 根本没有团队愿意接手了 那你需要什么 姐姐 我真的不能没有沈哥 我知道你和她有联系 能不能帮我劝劝她 我 我差点没被她的言论笑死 你确定让我去说话 我不妨直说她最近一直在联系我 我后悔了她摸着自己的脸 明明不该是这样的 那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 她突然顿住了 没有继续说下去 转而换了个话题 我已经预约了最新的修复手术 姐姐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 她直接扑通跪了下来 你帮我做几期视频 我如果再不弄点视频 我这个账号真的毁了 现在没有团队愿意接手 我只能依靠你了 我连服都没有服她 只是说帮你做视频是不可能了 我和你算是竞争关系 如果你需要借钱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那你借我点钱 季婷因为一直整容 也没有好好履行合约 和之前合作的团队发生了纠纷 赔了一大笔钱 她又因为沈哥的关系 早就过上了大手大脚的日子 挥霍如金灌了 根本就没预下省钱 本来她以为沈哥是长期饭票 可没想到被自己做死了 我说了我考虑一下 并没有说真的借给你 你耍我 她一脸气愤猛然站起来 看起来就像上辈子杀我手的样子 怎么 又想杀我吗 我指了指头顶 这次我装了摄像头哦 她脸色巨变 明显出现了慌乱 你什么意思 你口袋的刀摸到现在到底 还不掏出来吗 我没回答问题 只是好奇 她突然像是放弃了什么 凭什么你可以做得比我好 明明成名的应该是我 就是我 说着 她还真掏出了刀冲的我过来 是你逼我的 大不了一起死 话音刚落 从房间出来了两个保镖 直接把她按在了地上 你以为我为什么正放心你进来 我亲爱的妹妹 这一次 我没给她任何机会 她直接被我送到了警局 巧的是 也不知道是谁拍到了这一幕 网友这才把被我送到警局 肿成了猪头的季婷 和社交账号上的 那个光鲜亮丽的季婷对上号 可质疑声也越来越多 因为夜间拍摄 甚至有人怀疑 是我把季婷打成了这样 我把季婷整容的情况公开 而她现在是因为 整容出现了后遗症导致的 顺手 把她根本没有过敏的证据发了 并且出示了 我这些年过敏的就医证据 再者 家里的监控内容交给了警方 我大概说明了情况 这件事闹得很大 警方也公布了最后的结果 季婷以商人未遂定了性 参加网络大会的时候 有人采访我 你妹妹是真的想要害你吗 最早要做这个短视频的是我 而我选定的这个方向 也告诉过她 她拿来直接用就算了 就连我过敏这个体质 她都借用了 因为是亲姐妹 我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 说过她一句不是 可是我曾经劝过她做自己 只投机取巧是不行的 没想到 她反而既恨上了我 演戏嘛 其实我也会 再说了我这话 也带了几分真情实意 我边说边伤心 还跟着流了泪 她不是你妹妹吗 你这样评价她 我不禁反问 问题是你问的 而且如果一个人想害你 你还要替她说话吗 这样的采访最后公开 虽然我并没有提及 季婷对我做了什么 但是大家心中了然 事情也定了性 警方问我有没有和解的可能 我也拒绝了 上辈子她要了我的命 这辈子 即便她没有真的害到我 我依然不想就这么放过她 强导众人推 她这么一塌房 就连当初收了她的钱的亲戚友人 也开始了落井下石 很多人说自己早就知道 她不过敏 脾气也差 不说自己收了钱 只说自己被威胁 根本不敢说实话 还有原先 因为她脾气差 又耍大牌 当初气走了好几个团队里的小助理 这会儿都跳出来 跟着指责她 一件件一桩桩 大家说的有理有据 季婷的自媒体账号是彻底停了 我回头再看这些事 总有些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依然按部就搬过着自己的生活 沈哥还真把自己的重心放到了我身上 在她不断邀约下 我还是选择和她见一面 她以为我想通了 我确实劝她放手 我给你刷了这么多钱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沈哥有钱 我自然是感激的 我担笑 可沈哥用这个来换我当你女朋友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季婷 我的男朋友必须是我看中了的才行 我哪里不好 我摇摇头 谈恋爱不讲究这个 沈哥你若是不乐意 也可以选择取关我 我会感激你之前对我的照顾 后来我又去监狱看了季婷 她的脸都不到维护 现在看起来是生长因子肆意乱长 下巴都变得拖拉的老长 看得我都觉得可惜 更别提这个从小到大都爱美的人了 你来看我的笑话 她毫不客气 是啊 我也没客气 我是你的妹妹 你真的想让我死吗 她的声音出现了一丝哀求 我诧异她居然能问出来这样的话 我压低了声线 是啊 我有时候在想 要是你真的过敏就好了 那我给你一杯鲜榨果汁 不就解决了 她眼里的震惊不似作假 我再也没有多说话 只是和她挥挥手再见 好好改造 早日做人 我走出监狱 抬头尽视阳光 甚至有些刺眼 可这冬日的太阳 总归是暖洋洋的 我收拢了身上的大衣 慢慢走向了自己的路 通往温暖又光明的未来 在这边